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呢,是Python Boto3课程的第八期 本期的主题呢,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S3之预签名URL临时存取S3上的文件 咱们大家都知道啊,有好多公司内部保存着一些个文件 他们呢,一般都是做会员共享 特别是一些个照片分享网站,对吧 您不是会员,您呢,可能只能看到十分之一的图片,对吧 您如果加入了会员,您就能够看到所有的图片 像这种给用户一时存取的权限分配 该怎么做,咱们呢,会使用预签名的技术完成 这个呢,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让咱们马上开始哦 好的,首先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使用Python Boto3的预签名URL技术 临时存取S3的文件 嫌少叙,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我呢,在S3上有这么一张图片 叫做YouTube Join PNG,对吧 这个呢,是小马的一个会员图片,对吧 但是,我呢,是把它放在了私有的S3当中 也就是说,一般人看不见,对吧 比如说,您呢,想通过普通存取存取这张图片的话 肯定给您报403错误 但是,如果您是小马会员的话,就不一样了 小马呢,会把您要访问的这个图片也好 甚至说,视频也好 小马呢,会给您做一个预签名 您呢,拿到了预签名后的URL 就可以访问到小马的图片 甚至小马视频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视频信息 这个预签名该怎么做 就是今天咱们的主题哦 该怎么做呢 今天呢,有两个工作要做 首先,使用python的bottle3 完成预签名URL 让用户呢,可以临时存取咱们S3上存取的文件 然后呢,咱们做动作确认 在这个地方,小马多说一句 您呢,可以根据每个文件都实行一下预签名 该怎么做呢 咱们在下面的操作视频当中 小马呢,会给您讲解哦